我们在讲拳之前要有几个概念大家希望明白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人体的基本的一些构造结构 我们讲的第一个是命门讲的比较多 命门是在什么位置 两手站好 肘关节在这 肘肩拉一条线过来 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命门所在的位置 那我们太医学院当中讲的命门和中医讲的命门区域是重叠的 但是要注意我们讲的命门多半的时候是讲腰椎二三 数的 这一个区域是把它呈作命门 而不是一个点 这个要注意 那么我们讲腰在哪里 也是一样 拉一条线 两边这两侧 我们所说的医学上讲的腰肌 实际上是我们讲的腰是指这块腰肌 为什么太医学院要用腰来带动呢 腰 这边是什么 肾脏的下面对吧 通过腰的带动摩擦 带动里面的脏腑的运动 这是腰 头 注意下来 预诊是从这儿 鼻子这儿 拉一条线 拉到耳根 由耳根往斜后方再微微上去 到这儿 这是预诊 预诊 耳根 沿着预诊下来 到你的颈椎下面 最大的这个骨结 叫大椎 我们所说的大椎 这是这个 我们还有讲到的一个概念 比较重要的就是胯根 我们所说的胯根 是指人的骨骨勾 从这儿到恰脊 就是个胯肩最高的这个地方 叫恰脊 一直到骨骨头 就是环跳 就是臀部 这个窝窝的这个地方 从这儿到这儿 这个区域都把它称作胯根 胯根也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面 这是你的骨骨头跟盆骨交接的地方 叫做胯根 那么这个外侧叫胯根外侧 胯根底侧 这是叫胯根 就是这个地方 其他的一些部位 围铝就是指 尾巴尖 这个叫围铝 其他的一些地方 用到的就是 我们在电圈过程当中 会讲到一些宽度 度量单位 比如说一个脚 是指一个脚的长度 横向 一个脚 小马步 一个脚 大马步 三个脚 二 三 大马步 三个脚 那么这是脚 拳呢 一个平拳 是指你的全面的宽度 叫一个平拳 一个竖拳 是指你这个的宽度 叫一个竖拳 有时候会讲 一个平拳 一个竖拳 是指这个度量单位 因为每个人 他是以你的身体 为度量单位 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 因为个子高的人 脚肯定大 他的马步就相应的 要大一点 这是身体的这些构造 和度量单位 讲一下步法 步法呢 首先我们讲正宫步 那么正宫步要注意 在两脚与肩同宽的基础上 那么两脚与肩同宽 大概是多少呢 三个平拳左右 三个平拳到四个平拳左右 那么我们来讲正宫步 比如说右脚外展45度 那么左脚直线往前出去 把胯转正 胯的正和鞋是以哪里为主 是以胯跟领侧 也就是说你的胯肩为主 我们讲胯肩这 两个胯都朝正前方 这个叫正宫步 正宫步要注意横向 与肩同宽 与肩同宽 在纵向上呢 身体的重心处于 接近前脚位置 而且必须是在两个胯的中间 那么右胯必须裹过来 这个叫骨胯 正宫步 头领起来 胯一定要正 那么正宫步 在我们这套拳里头 露销步 定式的时候 正宫步 正宫步一定是 一个是胯 另外一个注意 身体重心的垂直点 必须在两个脚中间 如果这样出去 是错误的 因为重心点 和这个胯跟跑出去了 移回来 必须在两脚中间 这个一定要注意 横向步 揽却尾 双按掌 都是正宫步 与你穿梭 都是正宫步 正宫步一定要 过胯下沉到位 侧宫步 侧宫步和正宫步 正和侧 是一对 这个 这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正和侧 都是指 跨的方向决定的 那么跨 朝正前方 称作正宫步 如果跨 右胯 我们说 这个叫侧宫步 侧宫步 是跨的方向决定的 正和侧 那么侧宫步 在我们这套拳里面 单边是侧宫步 好多动作 也是由侧宫步 来定型的 侧宫步也要注意 维履在正中间 我从背面做一个侧宫 侧宫 维履在正中间 如果侧宫 是这样 这个跨就出去了 要把这守住 跨的方向是斜方向 我们为之侧宫步 那么在这套拳里头 侧宫步 有大小的区别 你比如说 野马川中 侧宫步是最小的一个侧宫 是接近于正宫步的一个侧宫 那么单边呢 横向拿开打 闪空背单边 你看这个侧宫 这个跨 大概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野马分钟是这个角度 就是侧宫角度的大小不同而已 但都是正和侧 是指跨的方向 我们还有一对概念 步伐里头 有一个叫顺宫步 有一个叫奥宫步 顺和奥是一对概念 比如说顺呢 我们都知道 右手在前 右脚在前 这叫顺 奥呢 刚好相反 右脚在前 左手在前 这叫奥 比如说 所以为什么 横向不叫奥度 因为它是一个 左脚在前 右手在前 这个叫奥度 比如说 我做一个野马分钟 它是一个什么 顺 顺和奥是一对概念 但有时候呢 就是你在说正和侧 顺和奥的时候 把这两个 这个概念啊 分开说 不要搅在一起 搅在一起呢 很多人就容易 就容易犯晕 你比如说 我们做野马分钟 这个动作 那么它既是一个 顺宫步 又是一个侧宫步 要明白 它又是一个侧宫步 又是一个顺宫步 侧和正是一对概念 顺和奥是一对概念 好 这样一下 我们太前练习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步子 叫后座步 那么这个后座步 是指脚与肩同宽的情况下 那么重心保持在 多半是保持在后脚的一种状况之下 那么与肩同宽 所有的后座步 几乎都是一个侧骨 侧的 胯是侧的 楼笑步野马分钟 左右打虎 上步都是侧的 身子是侧的 那么要注意什么 后座步练的是胯 胯跟如何撑开 胯跟这个地方 盆骨向两侧横开 向两侧横开 然后往下坐 往下沉 沉下去的这个劲力 沿着大腿内侧 沉到一个跟这个 沿着大腿内侧 到脚跟 这叫内沉 膝盖打开没有用 膝盖打开跨不动 膝盖打开这样坐下去 不管用 而是哪打开的 前脚往后蹬住 后脚往前蹬住 这儿胯跟开 撑 撑 往下坐 维履膜 略往前收 撑开 坐下去看 劲就上来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看大腿外侧 和 命门 往回 合拢 脊柱往上顶 下颗位收 头顶起来 维履收回来 整个脊柱上下 一把 一锁 那么 跨 横开 从大腿外侧和肩外侧 往里一合 看 龙肖部的 这个步子 这叫后座 那么在练习后座步的时候 要注意 逢初步 必后座 这在我们练85当中 基本功 所以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看 每上一个步子 逢初步 必后座 这个 实腿 身体重量 怎么来分呢 前面 基本上占30% 后面 70% 到80% 那么 膝盖 不要超过脚尖 胯跟 实腿 胯跟 往后收 看 我围理 和身体的重心 一定要坐在中间 不要这样子去做 错误的做法 看 还有错误的做法 一初步 身体重心就往前离了 这都是错误的做法 从侧面来看 在做这个侧弓的时候 这个后座步的时候 胯跟 这儿要放松 松下去 这个小腿 膝盖 看 不超过脚尖 然后往外称 这儿称 往下称 这个外侧 一定要往外 看 有横径 顶侧 要往里 有合径 头顶起来 开始练习的时候 把这个步法当一个装 称来点 手 无所谓 你愿意练 那就是把楼肖 或者这个波度动作 当一个定时来点 注意前称 后当重心 在什么位置 右脚脚跟里侧 一拳 在这个位置 看 重心定在这儿 跨跟在这儿 维履在哪儿 重心点 垂直练就在那儿 这样子来练 逢出步 并后坐 前脚一着地 放平 这个劲啊 就像树根 或者像流水一样 沉下去 打开 坐下去 这样子来做 一定要这样 不这样 做不出来 好 讲一下这个 后座部的重要性 一个low肖部 野马分踪 左右打鼓 前撑 后蹬 没事的时候 就多耗这个东西 这个腿啊 筋骨 这个胯的撑开 就是通过这些 简单的动作 来耗出来 为什么叫耗 这个人的筋骨 你不断地像一个皮筋一样 拉伸 和 拉伸和 也不是说你撑完 撑得紧了 累了 松一下 再动一下 再撑下去 撑 不断地这样去耗 才能长功 所有的 包括双肥褂 你初步看 这个动作 后座部 都是这些 左右打鼓 你回来 出步 往后座 坐住 只不过方向稍微不同 low肖部 这个膝盖收得多一点 左右打鼓 往这边转得多一点 所以后座部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步法 叫做 瀑布 在瀑布当中 武术的瀑布 有很多种 那我们 阳世太一圈的瀑布 是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瀑布 由单边 下肆是最明显的一个动作 在做瀑布的时候 注意 我们叫瀑布有功 一定要保持 当步是一个拱桥的一个形状 也就是说 在坐下去的时候 要保持当步 要有前扣撑的劲 然后膝盖要打开 做瀑布的时候注意 你膝盖跟脚尖 首先是方向移植 其次 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 那么 这是第一个 这个瀑布 第二个呢 在做瀑布的时候 横向要有一定的趣 前脚可以略扣 也可以不扣 功夫好的人可以不扣 但是稍微 要扣一点 为了是什么 是你的 使得你的两个脚 的近地 可以相互支撑 我在做瀑布的时候 相互可以撑住 第三 在做瀑布的时候 要注意 大腿 要 大腿 要与你的胯根 几乎平行 或者略低于胯根 都可以 但是不要 坐下去 瀑布 如果要完全坐下去 那么你身体的这个筋 就卸掉了 那么瀑布 要撑起来 看 头要顶 上下 左右 前后 都要撑进 这是我们 杨师太习拳里的 瀑布 讲一下 腿部力量的练习 我们在 练完柔韧性的 基本功之后呢 可以两个人 做一个 马步对拉的 一个动作 马步对拉 要求 两脚 要三个脚的 宽度 是一个大马步 对 然后两人的距离 不要太远 稍稍近一点 这个稍稍近一点 然后 抓手腕 抓手腕 然后往后靠 往下坐 那么坐到什么程度呢 大腿 略看 几乎是以这个地面平行 小腿要垂直地面 不管我们俩做多 小腿都要垂直地面 第二 脊柱上下要直 要把肩膀和腰放松 然后松手 换着 看 两个人在拉的过程当中 同时向后靠 要相互信任对方 另外一个 要把肩膀放松 或拉整个脊柱的 这个 第二个呢 要注意 拉的时候 跨不要上下 你看 我就像坐在凳子上一样 两人同时 实力 中间稍稍控一下 看 中间稍稍控 然后再接手 看 控一下 再去接手 拉 那么大椎 要向后贴 跨往下 那么拉多少个合适呢 早上一般初学者 60个一组 做两组到三组 我们平时早上200个到400个 这是马步对拉 不理量练习 还有一个马步 瀑布对拉 瀑布对拉 瀑布对拉呢 两个手 两个人 手掌合住 勾住 那么要注意 我们两个这样 再按 看 要注意 两脚并拢 然后同时出 比如说右侧的脚 我们同时出右侧 出 好 出哪个脚 往哪边 瀑布 下去 好 注意 脚要扣回来 要完全蹲下去 头要直起来 两个人拉住 那么起的时候 也是两个人同时给地 然后把脚收回来 起 把脚收回来 好 然后反方向走 走 好 往那边蹲 蹲下去 头顶起来 瀑布一定要下去 然后同时起 起 对 走 下 起 对 两个人同时拉 我们从侧面再做一点 注意这个动作 屁股不要接 另外一个呢 出步 要把脚沉下去 好 同时出右脚 走 好 下去 脚后跟踩实 头要顶起来 往后坐 前腿要尽量伸直 伸直 然后同时拉 起 好 走 左脚 蹲 好 起 那么这是瀑布对来 一组 二组 对步力量的练习就是靠墙蹲 找一个墙面 两脚 中间一脚的距离 就可以了 然后往下蹲 用你的臀部 贴着你的墙 那么蹲的时候把手放在这 或者你想蹲低一点 脖子可以稍微大一点 在这儿 注意啊 我们讲命门后撑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练习 就是到这儿以后 腰 追和命门这个地方 往后拱 往后拱呢 拱到你这个手从这儿 插 插不进去 看手从这儿插不进去 就可以了 好 要注意啊 就是一个呢 这个地方收进去以后 看两个手从这儿 这个腰的这个地方 往后拱 往后拱呢 这儿插不进去 你看手 把它插实 就可以了 这是要注意 另外一个小腿垂直地面 再往脚往再往前送一点 对 好 扣住 小腿一定要垂直地面 保护爪和这个膝盖 错误的做法就是 要么就是这样子 要么就是这样子 这都是错的 看小腿垂直 头顶起来 上身后背贴不到 大椎贴不到 无所谓 但是把命门开 给它充满充实 坚持60秒就可以了 好 还有一个肩部放松的 一个小功法 两手平举 掌心朝下 然后长背 合拢 开胸合背的时候 用手背去找你的脸 打开 肘关节沉下去 打开 开胸合背 看把胸 这个要把胸放出 然后从两个手 从肩后面打开 合 你看 整个胸往里寒 两个手 掌心合到这儿 掌心朝上 小鸡相对 收 从这儿收回来 好 穿 从腋下 穿出去 注意 脖子往前伸 手 往后 穿出去 好 再打开 好 到这儿 走 转动 开胸 合背 合 收 穿 两个手 在后面可以交叉 所以碰到一起 走 再从侧面做一下 开 合住 开 看我的脊柱 在动 收 看 脊柱在动 穿 看 脊柱往前穿 脖子往前伸 手在这儿 可以碰一下 坚持到 然后走 往前伸 好 打开 再走 把脊柱拉开 一起住往前 这儿往后 手打开 这儿开的时候 一起住 看 一个 合拢 到这儿 双脚 保持这个 婚姻庄 站庄的姿势 基本口碑就是 合胸开背 和开胸合背 合胸 上蹄 往后 开胸 好 最有注意点就是 肩往上的时候 进往上沉 手往下扎的时候 虚拎顶劲 往上顶 做到最大幅度的 往前胸合 双手旋转 往下扎 好 提 往后的时候 把背合住 不要挺胸 把背合住 往下扎 往下扎的时候 一样的 虚拎顶劲 反过来是一样的 要求是一样的 外旋 往下扎的时候 虚拎顶劲 开胸合背 不能挺胸 一样的合住 好 收 坐 坐吧 没有动到你的腰脊 没有动到你的脊柱 脊柱的拉伸 一边二十个 好 勾踢练习 勾踢练习的主要是练这个大筋 通常我们踢腿的时候会练到我们大腿和拉 拉我们的这个后腰 通过这个练习呢去练我们大筋 比肩略宽 自然下蹲 旋转 以拥群穴为轴 转到四十五度方向 通过收跨 把大腿拉起 去贴你的 大腿贴你的腹部 双手自由摆倒 勾踢 体会纯胯的感觉 收胯 这个动作注意在做的过程当中 胯不要上下起 一定是 在起的过程当中 靠你的大腿根部 这个胯根往后收 那么起的时候不要升高不要起 而是继续保持在这个平面的时候 起的时候完全靠 大腿根部 这个大筋拉 不要用脚 十字去蹬 而是用大筋 把这个脚 勾回来 那么往上走的时候 大腿面尽量贴胸部 保持身高 这儿不要动 如果动呢 对 背面做一个 转过来 转过来 注意一下我们主要是练这块的筋 大筋的练习 大筋的力量 走 转动 再踢 身高保持不动 胯要平 全部靠这儿 往回勾 另外一个 踢的时候 胯要挂根要往后收 往回收 侧面做一个 胯根要往回收 踢 注意这个胯根 要往这个方向收 不能够往前送 然后上身跟大腿 尽量去贴 这个主要是练 大筋 好 三腰分两个步骤 第一个呢 比肩略宽 两脚 脚尖朝前平行 好 驱蹲 腹部贴着大腿内侧 弯下 两手自然抱一生前 好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要完全放松 恢复你的这个腰的弹性 大家证明看一下 那么第二 第二个呢是 在前面放松的情况下 把大腿伸直 蹬直 把腰拉开 把这儿拉开 这儿往后看 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跨不要起来 跨不要起来 就是往下走的时候 看 注意这儿 用这儿的力量 腰背的力量 往上起 往下落 二中六环呢 主要是颈椎 颜周炎 颈椎 颈柱的问题 那我们会 多练这个功法 两手打开 外旋 合于 头顶 好 注意 在做的时候 始终 掌根并拢 指尖朝上 那么第一个 向左推 指尖朝上 掌根并拢 右手要推出去 右手推直 左手往回 右手往外 把这一侧 拉伸开 重心微微向右 提 往上延伸 好 往右推 注意跨往左移 指尖朝上 好 推起来 注意掌根并拢 第二 向左转腰 趋蹲 沿着体侧 蹲下来 好 一直蹲到 手低于膝盖 从膝盖 最远侧 绕 注意掌根并拢 指尖朝上 绕到右侧 直起来 好 这是第二 一样 蹲下去 从右 从最远侧 绕 收回来 好 下一个 收到这 在胸前 有 画一个 逆时针的元 最大线路的话 然后反方向开 右肩 右肩 左肩 左肩 再到右肩 各画一个圈 收回来 在中间 然后 再一圈 推出去 左手 手背 朝上 高度不要高 尽量地转 转到极限 然后把肩膀放松 左关节收回来 贴住 然后再转回来 好 到这 做完啊 撑出去 转 转到极限 你要把肩关节收回来 肩膀要放松 再这样转回来 好 最后一个 穿出去 提腕的时候 放松 提 吸一口气 从头顶 摆会 灌进去 一直掉到肚脐 收住 就可以了 这是傲动六环弓 在做的过程当中 始终掌根并拢 直接朝上 如果掌根没有力量 能够并拢的时候 两个大拇指可以交叉 合住 用力扣出来 然后到这儿收拾